哈尔滨甚至还订定每年的元月4号全市都放冰雪降,共同为冰雪节来入省。 现在请各位去感受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氛围。 哈尔滨一到冬天,松花江就成为一条大马路,或者说是一片超大的活动广场。 这厚达将近一公尺的冰层,就成为冰雕创作的重要来源。 这是松花江上一处取冰场,取冰工人将沿着这一条条直线,把冰撬开一块块地取出。 其实松花江取冰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,它原本是用来作为保持食物新鲜的冷藏之用,在过去的年代,取冰完全靠人工的。 二十世纪八零年代之后,哈尔滨人自行研发了割冰机,再加上起重机从旁协助,减轻不少的人力。 既然江中结的冰可以转化成资源,发展了冰雕艺术。 那么天上下的雪是不是也能发展出别开生命的用途呢? 眼前的画面已经告诉各位答案了。 每年十二月,只要进入跨尔滨的市区呢,就能看到街道两旁接连不断的冰灯造计,有的还正处于创作的过程当中。 哈尔滨是中国地路最北方的一座省会城市,地处北纬45度,最低气温可以达到摄氏零下30多度。 所以冬天做冰雕,完全不必担心融化的问题。 慢慢地耗上各把月呢,也不要紧的。 此刻我们来到哈尔滨所下的一个区域,它叫做湘芳区。 这些人在这个路口,打算雕一件大型的冰雕来营兵,因为这里是进入哈尔滨市区的重要门户。 哈尔滨另外一个迎兵之处就是太阳岛,瞧他们多兴奋。 太阳岛呢,是哈尔滨的一处避暑胜地。 每年一到松花江的结冰旗,它就陷入所谓半年闲的尴尬旗。 1988年年底,哈尔滨下一场大雪,太阳岛上积雪非常厚, 它们灵机一动呢,便举办了雪雕赛而一举成名了。 从此太阳岛的冬天不再寂寞,而且跟冰雕的展览相互的呼应, 构成了冰雪大世界。 今天是哈尔滨国际冰雪节,正式开幕的第一天。 主办单位还特别安排一场为时半个多小时的烟火秀。 这路空相互争辉,叫人真是目不暇紧。 这场烟火秀呢,让人深刻感受到冰城的魅力。 看看这座完全由冰块所堆叠的滑梯, 不但光滑用眼,而且还在惊险程度上分了等级呢, 让男女老少都能玩得尽兴。 这真是上天赐给哈尔滨最珍贵的礼物,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,能够不畏冰雪的寒冷, 在水晶世界当中,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幻天堂。 前一阵子玛雅预言末日的风潮呢, 让大家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。 在过去一整年的话题也都围绕着在末日打转, 而现在一切算是过去了, 更应该珍惜当下,过个好年。 其实说到中国的传统来说, 年呢,原本就是一个可怕的妖怪。 年的出现呢,跟末日来临倒有几分相近的, 所以不管面对末日也好,年纪也罢, 我们总会跟最亲密的家人团聚在一起, 好好珍惜此时此刻的一家和乐。 尽情谢光赏,祝福大家新年如意快乐, 我们下周再会。